今天要去爱马仕陪货了 我穿的内搭就是Unical Daddy 外头是新买的那个Chanel的 哎不不 IMS的小外套 然后牛仔裤宽的这种 然后我的Birkin 好久好久没有背这个包了 今天就这么一身 去出门啦 跟我一起看看 我今天要买什么陪货吧 走了 哈喽大家好 我又买配货回来了 然后今天买了两个东西 跟大家一起来拆一下吧 嗨第一个 等等 看盒子能猜出是什么吗 我在之前的配货视频当中 有说这个有 拆一下吧 它是一双鞋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双鞋 噔噔 对是男生的一个鞋子 我在之前配合视频当中 有提到过我想给我老公买双鞋 然后当时我放的图 应该是有一双蓝色的 当时我们也很想买那个蓝色的鞋 但是试的时候发现这个鞋 其实更百搭一点 然后那个蓝色穿到身上就感觉 不管你穿什么 我的注意会放在鞋上 有一点张扬 它如果是春天夏天穿的话 会很好看很好搭 然后现在已经进入秋冬了嘛 所以这个鞋其实 这个颜色可能更好搭配一点 它里面这个是摸起来有点硬的 因为有硬底 这两边其实是一种那种棉布一样的感觉 然后它头这块应该是一种脊皮缝了一圈 整体来说还是很就很精致的 比如说后面有皮子 是皮子和这个应该是棉布吧 这种偏接的 然后也是有一个松紧的 所以如果你的脚型就是 因为有的旅游鞋 或者是那种运动鞋 它挺硬的 就是如果你的脚型不是特别说片子的话 这个鞋你就不用担心 然后穿上脚也很舒服的感觉 它的鞋带是这样花纹的 它会附赠一个白色的鞋带 我觉得到时候搭配起来什么的 应该也还不错 一会儿会上一个穿单视频给大家看 它是有一定高跟的 就是有一定高度的 然后它里头 就是你看它这里面鞋带的高度在这儿 有这么高吗 我看一下摸一下 应该在这个位置 相当于一个内登高 我觉得就是一米七级的鞋 你穿这个一下就应该可以一米八了 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低调的鞋 底下的标是Mate in Italy 下一个 这就是我的了 这样一个我们插一下吧 闻起来好香啊 还有它那个羊毛的香气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哇啦 这是一个羊毛的围巾 我看一下它的成分 是不是跟我今天穿的这件很搭 我就是专门就是很想买一个这种鸵色的围巾 它外面是这样的 背面呢 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百分之百羊绒的 然后它的产地是Made in Great Britain 应该是大蛊蝶店 就是英国产的 给大家穿一下 快 就是我觉得这个 就今天拍我这身衣服是不是 还挺好看的 一会给大家拍一个全身的 我觉得你拍一个鸵色的或者是灰色的衣服 搭这个都很好 其实它说真的你设计没有什么特别 重点是这个东西摸起来真的很舒服 因为它是羊绒的嘛 又是这种编麻花的这种感觉 手感 然后摸到手上特别舒适 然后很厚式的感觉 感觉一会很暖和 我觉得如果现在就是进秋天了 然后你穿一个小的外套有点冷 穿上这个应该就可以完全的搞定了 我一会可以拿大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羊绒维巾的搭配 我觉得还挺很好看的 就真的挺不容易的 就是爱马仕的设计很多都很老气嘛 就真的是在能偏年轻化的这些产品里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就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你喜欢这个鞋吗 左动动右动动呗 左动一下嘛 这双鞋经过它这几天的时间确实还挺舒服的 而且会经常被人夸好看 又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 属于高颜值并且低调型 配白色裤子绿色军装裤或者是蓝色牛仔裤都还挺搭的 觉得我买这双鞋我sells还挺开心的 在纽约大马市这种鞋买的人还是挺少的 买的越少觉得sells应该会越开心吧 舒服吗 舒不舒服 说话吗 这件羊毛围巾特别的舒服 婴儿质感 配小外套也很好看 我又搭了一件棕色的blazer 穿起来也很有感觉 把头发裹起来穿搭感觉很暖和也很好看 推荐给大家 最后放一下他穿上鞋和衣服挂起来的照片 大家记得帮我点赞评论关注哦 这就是我9月份的配货了 下期见